Berrycrunch 警方在上个月底突击全岛的15间按摩院和推拿馆 展开为期三天的行动 被突击的按摩院有些位于住宅区 其实按摩院业者要开店 都必须向建屋发展局或市区重建局提出申请 他们告诉前线 在评估申请时 都会把警方的意见考虑在内 事件局也说 如果地点靠近住宅区 会对居民造成不便 当局就不会批准 另外 所有按摩院都必须遵循警方的准则 这些准则包括 必须在店里清楚地显示执照 顾客必须登记 按摩隔间必须标上号码或名字 也不能上锁 警方在突击按摩院时 也发现有推拿管提供色情服务 警方取缔了两间持有中医执照的推拿管 他们涉嫌以推拿之名提供色情服务 行动中有六名女子被逮捕 推拿的名义被滥用 引起了新加坡中医师工会的关注 发言人说 这有损中医诊所的形象 他认为 不法之徒标榜自己是中医诊所 其实是为了方便 为什么就是说会喜欢挂这个中医诊所的这个名字 因为如果是中医诊所 它是需要有的时候要保护病人的隐私 它就需要把帘子拉上或者把门关上 那我相信这一点是不是就是说 是这些色情场所 他愿意挂上这个中医诊所牌子的一个原因 可以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 赵刚中医师表示 中医推拿和按摩看起来相似 但两者其实有明显的差别 中医推拿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法 推拿需要经过中医师诊断才可以进行 而按摩则是放松身体 消除疲劳的预防保健作用 虽然推拿是中医治疗的范畴之一 但是在本地推拿并不受到管制 谁都可以开推拿管 不一定是由中医师来注册 除非是店名使用中医等字眼 才需要由中医师注册 此外要成为推拿师也不需要有证书 他不是像中医师那样要去考TCM注册的考试 拿到这样执照才可以行医 现在推拿师是没有这个管制的 他没有很明文的规定 你要一定什么毕业 当然推拿师你要有像我刚才讲的 有相关的医学的知识 解剖 生理 甚至影像学的一些知识 但是他没有说一定要去注册 有人有部门管制你 他推拿师还没有 律师说 无论是假借推拿之名 还是在按摩时提供性服务 业者就算是抵触妇女宪章 这个是不是算是一个苍疗 你要是个苍疗的话 相对的你也会受到了 在运行的一个 你引起你的住处 还是你运营的地方 做一个苍疗的话 它也会是一个罚款 跟坐牢的一个可能性的行方 业者劝请消费者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应该在上门前多加了解 我注意所有的消费者 都应该还没有购买疗程之前 去这个网站查看 是否他们选择的那个治疗师 或者那个店 有没有登记适当的资历 或者文凭 非法按摩院出现在邻里社区 难免会让人感到担忧 按摩业或许应该得到 更好的规范和管制 才能保护公众和正当业者的权益 配方奶粉价格迥异 成分有什么不一样